我和Candice Kwako认识很久了 她在几年前参加了Project Runway之后 名声大噪 然后把自己的事业搬到洛杉矶来 我在去她showroom的时候 我们俩好好的聊了一下 为什么她会放弃纽约 而从而选择到洛杉矶来发展自己的服装事业 有很多东西 有很多人来到这里 他们飞在这里 因为它非常市民的地方 因为很多人不然 flavor的 对拢 在内衬的地方 不管 suppress 我真的缺耗 是的 是 这是我第一次来洛杉矶石双周 它和之前我去过的哥本哈根石双周特别像 它没有一个固定的秀场 整个秀都是在这个城市的各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 比如说一个特别underground酒吧或者是一个剧院一个银行 然后充分地把这个城市的特色和这个时尚给融入到了一起